沒有防護裝備 男子在校園內做出飛躍行為 被民眾在網路上分享 這部在台科大校園的跑酷影片 引發網路熱議 你怎麼可以這麼危險的動作 跟賽車賽場一樣 到賽車場去飆車 沒人講你在馬路上 是不是不合適 學校如果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提供給他們這樣子的 對此台科大校方回應 針對這起校園跑酷事件 經過調查影片主角 並非台科大學生 而是中華民國跑酷協會成員 利用學校場地進行跑酷 而校方也再次重申 禁止在校園內重視危險活動 雖然男子身份尚未受到證實 但他確認並非台科大的學生 因此校方無權管理 雖然沒有違法 但律師呼籲民眾在進行類似活動時 必須注意場地的相關規定 校方也要明確公告 校園內禁止從事危險活動 華日新聞柴妖琦 張豆勇 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